今天今天要來看的是在港議室 健康差跡有一名努力 他自己從店家裡面的幽默 放進自己的皮包裡面 走到整台的客戶來玩笑 這是客戶一千塊 說要換身一百塊的雜票來離去 在第二次到店家也一樣的手法 在換錢的時候希望可以借助 讓人沒有發現他有偷偷的東西 但是被店家報警查辦 到二次一名努力 等到店員沒注意的時候 用外套燃火 用一次電梯放進包包裡面 這裡還怕向整台拿出一千塊的雜票 要來換一百塊 只要來離開 然後人都離開 離開之後 到了櫃檯 到了櫃檯的話 跟店員洋裝 是說他要換鈔 他拿出一千塊 現在要跟店員換換十張百元的鈔票 尚愛店家來報案 京方有掌握到人車 衣車6人 順便查到的路主教案 他並標識合費 對店家不欠 並照價買費 至少有兩次的一個動作 之後的話 經過店家盤點 有發現有類似這種狀況 馬上報警來處理 警方調一千十七 有掌握到櫃檢 經過櫃檢到案說明 是因為貪小便利 所以才會有這樣 其實這都是貪小便利的案件 但是京方一直強調 撤到是非故事那一輪罪 雖然他跟店家互相沒有提供 但是京方違法也是要送金盤 因為這樣要來面對司法的金盤 真是不達 世信新聞創民黨 至少打開 除非運動 直接網 直接網